那一老师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二十大三中全会的这个公告的决定啊 我看到你特别对这个问题里面关于人口政策方面做了一些讨论 因为二十大三中全会的决议里面特别提出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以应对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 但是你认为你读了这个二十大的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后 你认为中国只是学习日本这些国家的一些政策 在养不起的问题上做了一些小文章 但是根本无法解决不愿意生生不了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用钱也解决不了的大难题 那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生不了 所以中国人口问题有三大问题是养不起不愿生生不了 对你说的对中国在鼓励生育方面面临着三大的难题 第一在这个心理上他不愿意生 比如说目前日本他目前妇女还打算生2.0一个孩子 但是2023年她的实质生育率只有1.2能 韩国妇女打算生1.68个孩子 但是2023年她的实质生育率只有能点7二 中国的妇女只打算生1.64个孩子了 尤其是90后只打算生1.54个孩子 人人后只打算生1.48个孩子 就是说中国的生育率比韩国还要低 那么中国今后的生育率可能比韩国还低 连人家气都不到 现在中国是不但不愿意生孩子 甚至不愿意结婚 中国的结婚数已经从20岁到29岁的结婚数 已经从2013年的1851万下降到2022年的717万 看得不到 中国大陆目前的结婚率比台湾还要低 而中国大陆的离婚率比台湾还高 这个政府是解决不了的 然后这个第二 中国在物质上它养不起 因为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计划数据政策 已经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经济 使得构上社会跟这个政治政策 都是围绕着主流这样的一个小孩来进行的 比如说刚才说的 中国居民口资本收入 自家经济平的44% 国际社会加60%到70% 那44%居民口资本收入的话 当然养一个小孩都养不起 你更不可能养两三个孩子了 并且中国的城市人口密度比日本高 比东京 中国的东京的话每平方公里只一万人 中国北京上海都去的话 每平方公里都是两三万人 中国的现前的人口密度比美国的纽约还高 中国现前都是由每平方公里一万人进行规划的 美国的纽约自由中西程序也每平方公里只一万人 整个城市大概只有两三千人 像芝加哥 废琴 洛杉矶 它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只有四千人 整个城市每平方公里只有两千多人 中国的现前每平方公里都是一万人 我们省会城市 很多都是每平方公里都是差不多两万人 北京上海也去广州 越修区上海的红口区 每平方公里超过三万多人 这么高的人口没多 你要想还有前面多大呀 这是第二个问题 要不起 第三个问题是生不了 因为你这个中国的不孕罪 1980年的初期大概只有1%到3%的人有家庭是不孕 但是现在有18%以上了 所以说目前有五六个家庭 有一个家庭生不了了 因为一个什么原因 一方面是有个结婚年龄的推辞 比如说中国1990年 妇女的结婚年龄 只有22岁 到2010年已经到24岁 然后2010年到28岁 然后现在可能超过了30岁 超过30岁 现在你这个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 就已经丧失了 丧失了这个生日能力了 或者升到第一个孩子之后 就丧失了生日能力了 因为妇女的这个卵巢取悲 她到30岁的时候 她这是人生最大的12% 到40岁的时候 这是人生最大的卵巢取悲的3% 那么你到30多岁才开始结婚 那么很多人已经丧失了生日能力了 那么这个问题 政府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所以中国目前政府 在这个人口政策上跟日本一样的 日本也是面对下大问题 日本政府也只是在这个养不起方面 做点小文章 提高这个养育成本啊 教育啊 医疗啊 这个助法补贴啊 这个幼儿补贴啊 也只是在养不起上面做点小文章 他不能改变他们的生育观念 不能提高生育医院 也不能够 叫这个结婚年龄的 这个房子结婚年龄的推辞 所以并且中国在这个养不起方面 比日本还要大 因为日本人民口资本收入 间GDP的56%以上 中国只有44% 中国的最份房价 日本的这个中国的房 房价的总值是经济的四倍 日本只是两倍 那么从中国房 房价比日本贵 这个收入比日本低 并且城市密度比日本高 所以中国就面对着这个养不起方面 比日本也更大 所以并且中国几十年的制化收入政策 已经改变了人民的生育观念 所以中国的生育意愿 也比日本低 所以我对中国的这个 因为我对中国的这个 这些人口前景非常悲观的 中国人口生育率 目前官方公布生育率是1.0 其中上海只有0.6 上海有一半的吃 它的生育率是0.4 0.4是什么概念的 就是说 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 才能让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人 不增加也不减少 0.4是什么概念的 那么就你0.4跟2.1差多大呀 所以中国全国来说 台湾目前生育率只有0.8 上港跟上港是0.7 澳门0.6都不到 韩国是0.7 那么中国进入很难将生育率 稳定在0.8 如果能够稳定在0.8的话 那么到2050年 中国人口大概只剩下10亿人口 到2050年 中国人口只剩下3亿人口 那么中国人口 中国是一个大国 因为我们是个人口大国 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 也是一种种族 一种文明 我们这个文明 一直接世界的三分之一的人口 1820年 中国人口全世界37% 1950年 1950年下跌了22% 然后1980年也是22% 与世界同步 但是中国傻乎乎的 哎呀我们人口太多了 是什么最好生育 事实上1950年 1980年 中国人口增加世界同步的 但是现在中国的人口 只剩下3% 就是说我们一个 将一个全球三分之一的 能口的一个 一个民族 一个文明 由于一个错误的 极合生育政策 跟经济政策 就会沦落到一个 极端的老化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小民族 比如说年龄极端老化 1980年 中国中央年龄 是22岁 美国是 美国是30岁 当时是一个 青年中国 最改革中年美国 两国的经济差距不大瘦小 但是现在中国 中国年龄已经43岁了 美国只有39岁 到2050年 中国高达58岁 美国只有44岁 印度只有39岁 那么中国跟美国 印度之间 是两代能力差距 中国经济怎么可能超过美国啊 更不可能 能依附他们所认识的 中国经济是美国的 一两三倍啊 所以中国的很多的 这个政策啊 都是根据 错误的人口数据 这些一个严重的战略误判 对 老师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日本的人口问题 也非常严重的 但是日本的社会 就是最近这十几年 日本的政治人物 每到选举的时候 他们的主要政策 就是解决 少子高温化问题 这个大家认为 日本今后经济不能发展 对日本的最严重的问题 是这个问题 就是社会已经非常重视了 而且对于排这个小孩子的各种教育 比如说到上初中 初中毕业为止 医疗费免费啊 或者学费免费啊 或者是各方面的 各个地方政府 就是为了让这个自己的居民 能够多生小孩子的话 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我觉得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说社会分析的习惯啊 就刚才我觉得在日本 可能有个不好经历过 泡沫经济的环境 在日本的结婚 基本上从来没有说 需要男方或者女方 准备房子的这件事情 大家认为年轻的时候 辛苦一点先住小房子 将来搬家住稍微大一点的房子 因为就是说家里一个家庭 一开始结婚是两个人 后来有小孩 然后房子要大一点 然后小孩子要成人以后 离开家里边 再住到小一点的房子 这个已经现成 变成一个日本的 一个就是说社会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常识了 所以说结婚之前 父母特别是丈母娘 要求买房子 这个基本上在日本已经没有了 大家都比较习惯住房子 但是在中国 我现在经常看一些短影片 就是说要结婚 要南方准备多少钱的彩礼 然后要准备房子 这个已经变成一个社会的常识 就是说如果南方没有的话 即使这个年轻人想结婚 他们就是说太没有面子的事情了 但是现在中国的房价 又是一个能够满足 结婚之前买房子的 南方的经济实力 能够满足这样的南方 我估计可能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大家 就是怎么这种社会风袭 造成了大家的晚婚 我觉得这是一个日本和中国的 日本还有药可救 中国这个社会习惯不改变的话 这样的话 我想已经无药可救了的感觉 易老师 我这个跟着石板的问题 再多问一句特别具体的 就是我们讲到中国的结婚成本这么高 可是为什么这么高的结婚成本之下 离婚率这么高 你辛辛苦苦 好不容易结成婚 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又要离婚 对 这个是中国特色 也与中国的计划数学有关 因为中国的计划数学导致选择生独胎 中国目前的凑回年龄 凑回年龄的这个性别比 在全国是125比100 从龙天罪的是134比100 那么从100个女孩 134个男孩就罪她 那么物以细为贵 物以细为贵 她必须要求男方提供彩礼 提供住房 你不让他反见我 有人罪 有人愿意找我结婚 所以导致中国这个女性 在这个婚姻上面 有很大的话语权 因为男性 你动不动的话 你没有彩礼 你没有住房 我不给你结婚 结婚之后你不动得好 你不那个话 你不乱我 你不乱我 那的话我是离婚 所以这是导致中国 中国的结婚的成本很高 结婚很高的话 你好不容易结婚 花了很大的成本结婚 结婚之后 把价值存款都已经没有了 还有负债 那怎么办呀 那生不了孩子呀 你把这个 你把过度的财富 用来结婚下去 那么你是生不了孩子了 所以这是问题 然后刚才 直播先生说 说日本这个养育方面 这个养育这个生育环境很友好了 中国这次也提出 要发展生育友好性的这个社会 事实上日本在这方面已经是很友好了 教育呀 这个16岁以下的 16岁以下的 这一点都是免费的呀 还有幼儿园呀 很多免费呀 这个还有补贴呀 就是说中国政府打算做的 日本政府都已经做了 但是日本政府稍率也不高 日本政府的稍率也不高 因为他的生育支持 从2015年的1.25 提高到2015年的1.45 然后去年又下降到1.20 今年可能是1.1了 那么说日本花了这么高的成本 生育已经环境这么友好了 生育它还是上不来 它要下去 那么中国是未复现老呀 并且中国的地方面临着很大的灾富危机 它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 来扶持日本的政策 所以中国政府的能口危机 肯定比日本要严重 所以我在2019年 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中国问题 我在2019年 我在南华早报发现文章 我说中国政府的能口危机 比日本更加严重 经济也更加危险 当时没谁意识到 最近几年 在国际社会才开始说 哎呀中国日本化 我说根本不是日本化 中国比日本一样 要日本更严重 它东亚地区 最好的是日本 日本生育相对是最高的 还有一个 比如说日本 它的生育文化比 保存相比较好 比如说日本还有天皇呀 天皇代表着日本的一个生日 一种文化的保留呀 中国有法宗教 法宗教文化 什么都没有呀 台湾还有祠堂 还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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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庙 还有 一骂子崇拜 中国大陆都是 什么都没有 这个祠堂 祖坟 什么都 那个生育文化 不化就很完全 所以中国这个问题是很严峻 所以这个澳内 经过了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生育率可能比台湾还要低 甚至可能会比韩国还要低 这个情况听上去很可怕 这个伊老师 不过你过去十年 你的预测几乎判断都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可是中国政府有很多他们的国士 什么林义夫 什么金灿顺 什么 李嘉勇 对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国师 都是非常的乐观 马上就是操音赶美 这个打败美帝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这个特别是这个叫什么 金 金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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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好像非常的乐观吧 中国这个角色层还没有我 而且意识到 比如说中国在2014年大陆二号已经破产了 然后大陆二号他们这个日测 生育率可以达到1.8到2.4 但是2015年只有1.05 不到了远远地润 那么2016年 他应该腾子直化 所以他傻乎乎地实施了一个全面奥和政策 全面奥和政策 官方预设说每年要出生4700万人 4995万人 但是现在看来 每年这1000万人只出生900万人 就是已经破产了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123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